本节目由歌森巴婆奥黛利为你吃瓜播报,创造101火箭少女们成团也有些许时间了,虽然一路走过来确实是非常的艰辛,其中团队的少女们也饱受争议,虽然他们是11个人经历过拼搏,比赛最终出道,但是其中有些人也并不适合成团出道,反而一个人发展更好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。 团队发展有时候反而还不能凸显自己的特点,像王菊,虽然没有成团出道,但是现在已经单人出道,而且也发展得非常不错,那么除了王菊还有谁适合单人发展呢? Sunny开始的时候来到舞台的时候,给大家的印象都很深刻,有一种男孩子帅气的感觉,短头发的样子很帅气,而且当初Sunny进A班时候,要穿粉红色小可爱风格的班服,Sunny一脸的嫌弃,表示并不想穿那件衣服。 而事实上,Sunny确实实不适合,其实Sunny是很有特色的,有种李宇春的风格,但是来到火箭少女后,这种特色可能要被逐渐同化掉,其实Sunny个人单飞,发展自己特色也并不会很差。 还有孟美琪,团队里的C位出道,不得不说,孟美琪是一位全能的选手,有颜值,有实力,曾经在火箭少女的时候,缺少发展的契机,而现在创造101这个机会正好被她抓住了,孟美琪的实力也正好被大家所认可了。 不得不说,火箭少女这个团队的实力整体上是参差不齐的,而孟美琪依靠个人实力去单飞发展的话,同样也不会比现在要差。 其实还有一位也比较适合单飞发展,不是吴轩怡,也不是杨超越,其实杨超越对火箭少女这个团队来说也是一个灵魂人物的存在。 如果没有杨超越的话,火箭少女还是会失去很多色彩,他们其中还有一个适合单飞的成员就是宥米了。 宥米和Sony一样,也是个人特色比较鲜明,宥米的外貌也是很有特色,一种丑郡的风格,只看一眼就能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如果宥米单人发展,也还是很不错的,大家还觉得谁最适合单飞呢? 好了,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,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,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,嘻嘻嘻嘻,喜欢就赶快订阅吧。